多大人说记得每个月的冷ra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常我们这些方式目的 对阿文长的电池 留言我说 很多人知道巴基亚 不知道帮行 其实很多泰国勿计 他们是更多会过来帮行 那今天我来到了帮行的一个 我们准备去买海鲜进口餐海鲜导餐 刚才在曼谷往巴提亚方向的中间 是泰国本地人比较喜欢去的海滩 因为物价比较便宜实在 而且是距离曼谷最近的一个海滩 我们偶尔也会带小狗过去玩 这个海鲜市场就在海边 有很大的停吃场 我们看到的价格除以十就是一斤的人民币价 就是水,火烧,火烧,干燥 火烧... 火烧,火烧 bus辣 火烧,火烧,火烧 火烧,火烧,火烧 火烧,火烧 放下一只三百株 这边还有卖竹糯米饭 然后也有很多卖干货的 OK买完了这一些四大袋 这里总共是九百泰铢 就是两百人民币不到 那具体有什么东西 晚一点的来给你们看一下 你们发现没有 就是现在吃的市场 其实东西是挺多的 现在是周一不是周末哦 而且是下午两点钟 也不是放点的时间 但是这里还是很多人的 OK那现在我买的海鲜就在这里了 买了一条鲁鱼 已经是切片 等一下我们是要吃粥底火锅 这个是粥底就会好了 那还有就是虾跟鱿鱿鱼 这三样是打火锅的粥底火锅 然后还有这种螺 这种螺国内比较有 但是这种螺好像国内比较少见 这个我们等一下是过来煮汤清白灼的 还有这个花甲也是 那火锅的话呢 还有这两种青菜各一 那这个螺我现在是已经是煮好了 我等于来白灼了 这边是泰国的一些香肠料 香茅啊那个柠檬叶啊之类的 等煮开了之后呢 我就把这支螺来算一下 那个店家跟我说大概是15分钟 算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这个竹筒糯米饭 打开你看一下 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6根是100株 也就是20块钱 那我们今晚的往常加青菜 菇啊什么全部加钱 大概是1000株左右 好准备好了开车了 重点是还有这一个 海鲜大餐准备来了 那我们接入先吃了 关注我每个赞 好吧 加点订阅 我们每个姐跟真实的泰国哦 谢谢